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司法院刑事厅蔡厅长,法务部罗部长 邓委员好 跟部长跟厅长请教,刚才这个科委员一开始提到了这个关于宪兵去搜索民宅的事件 那么刚才部长的回答是说,如果他必须要是自愿意的,要出于自愿同意搜索的前提 那么才可以不使用搜索票 但是我要请问,什么叫做自愿性同意搜索 也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要这个当事人他主动的表示 说我可以同意你进来搜索 这个叫做自愿性同意搜索 就是他必须要主动表示 我提示一个最高法院刑事判决96年度台上至第5184号 他说,同意搜索明定须经受搜索人自愿性同意者细止 该同意必须出于受搜索人之自主性意愿 非出自执行人员明示或暗示之强暴脅迫或隐匿身份等不正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被搜索人他必须要自愿的 他必须要主动的表示 不是说我愿意让你进到我的家里面来是不是这样 报告委员,刚刚那个判决有提到自愿的自主性的 但是没有提到主动 那最重要就是说他这个意愿表达没有受到压力 非出自执行人员明示或暗示之强暴 我要请问蔡厅长,您的解释跟罗部长是一样的吗 是,报告委员,只要是他这个,在他自由意志没有受到其他外力介入的时候 包括民事,包括暗示,对不对 我们另外提供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102年台上至2404号 他就认为说,如果当事人他们在窒息这个执行刑事诉讼 这个侦查职务的公务员的来意 那么也告知说法律上的效果,在整个过程中呢也都配合 甚至呢在执行完毕以后呢,在执行笔录上签名 那么认为说这样当事人是有同意的 所以不管是刚才委员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同意 或是从整个事实经过 可以来判断他是出于自由意志 没有受到任何不当的干扰的情况下 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个还是要经过对于主客观环境的研判 才有办法做决定,对不对 好,您请回,我要请问罗部长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上一届啊 行政院送了调度司法警察条例的修正案进来 那么这届又送进来了,对不对 这届有没有送,有啊,对不对 这个版本跟上一届送的修正版是一样的 我要跟您请教 根据这个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原来的版本跟新的版本 其实,即使包括刑事诉讼法的第229条以降啊 其实宪兵都是司法警察官跟司法警察,对不对 那我要跟您请教的 我们讨论一下实务好了 就是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受司法警察官的指挥 没有错吧 没错 那么包括,我能不能请这个廉政署赖署长一起上来 除了 除了警察人员之外啊 包括法务部的调查局的调查员 包括你廉政署的廉政官都是 是司法警察还是司法警察官 法委员是司法警察官 是司法警察官 那么谁是司法警察 你们廉政署都没有司法警察 通通都是司法警察官 是这样吗 依照我们来的廉政署组织法确实都是司法警察官 然后 这个警察局呢 调查局呢 调查局的调查人员都是司法警察官吗 是不是 您知道吗 警员应该是司法警察 不是啦,我说调查局啦 调查局的调查员 调查员也是 也是司法警察官 都是司法警察官 所以我们讲的司法警察只有警察跟宪兵 还有这个其他的什么各种专专业警察机关 还有海关的弃势人员 那海巡署呢 海巡署呢 海巡署的也有司法警察 海巡署也有司法警察 所以我们到底哪些职务是司法警察官 哪些实物是司法警察 譬如说举个例子 以警察来讲 警察来讲 警左三阶以下 就是司法警察 是不是这样 你们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要看那个 要看哪里 要看官职等 是啊 所以我跟你问啊 警左三阶以下是司法警察吗 是不是 我们要再确认一下 因为在这个调查司法 好,那我要跟您请教 里面没有 憲兵的司法警察官 他在什么职务以上是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 那憲兵什么样的职务以上 可以指挥 包括警察在内的司法警察 校官以上 不是吧 在哪里规定的 憲兵 对官长士官 都算是司法警察 都算是司法警察官 对不对 是 所以憲兵的士官 憲兵的一个下士 就是司法警察官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我觉得值得讨论 那你觉得憲兵应该是司法警察吗 憲兵是司法警察 是啊,你觉得应该吗 目前的规定是这样 我知道目前的规定 所以我现在请问您嘛 现在 我们赖署长请回 这就要研究 憲兵他的工 我们要请这个刑事厅 这个蔡廷长先一起上来 好不好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是两位 是司法院跟法务部共同主管 司法院主管 司法院主管 刑事诉讼法的意志 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保护被告 其实是最重要的 这最重要的 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他有双重目的 一个是发现真实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当然啦 这我都知道啦 那所以我要请问两位嘛 你觉得以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 憲兵是司法警察 他是司法警察官 他是司法警察官 他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办案 这个受指挥的司法警察 包括海巡署人员 包括海关棄司人员 包括警察局的这个 警左三阶以下 都要受 憲兵的士官的指挥 憲兵的士官有的 只是服兵役的下士啊 那以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让憲兵 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可以去指挥警察办案 司法警察官的身份 可以去指挥警察办案 有司法警察的身份 可以介入民间的案件 我们有看过 有检察官指挥憲兵去查这个 电动玩具店啊 去查这个 这个赌场啊 这合理吗 我们不管他这个犯罪行为 该不该查 你有警察可以调度啊 你为什么要调度憲兵呢 報告委员 憲兵他不能自己去介入民间的案件 我知道 我说检察官指挥憲兵 在现在这个时代 是适合的吗 这个当然可以检讨 因为他也许是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才调度各司法警察机关 来协助办案 但是这样如果 我如果在人力调度不足的状况 我可不可以去调度 海军陆战队来办案 他不是司法警察 我当然知道 你如果要补充 警察人力不足 你只考虑人力的问题 那我也可以把司法警察的范围扩大啊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憲兵可以办案 海军陆战队不可以办案 这有什么道理 因为憲兵他的训练是要可以 重点是在于 以现在以现今的社会环境 我为什么要容许 一个军中警察 可以去查民间的案件 可以去搜索民宅 在这个时代 这个法律难道不值得检讨吗 你们 你们把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这个在训政时期的 法律啊 民国34年4月10号公布了法律 上一次修正是民国69年 还在戒严的时候 你们在上一届 这个巴巴的去把他送到立法院来 行政院还开了记者会 然后这一届马上送进来 修正案送进来 你们修正的通通都是 把一些字眼做调整啊 推示改成法官 本职没有做处理啊 调度司法警察条例有什么必要存在 你们有刑事诉讼法 为什么还要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你讲个道理给我听 报告委员 检察官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每个人办的案件量 不是嘛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 是我要回答 就是说 他如果要都自己去 他不调度警察 你有刑事诉讼法 你为什么还需要调度司法警察条例呢 这边规定了哪一个是刑事诉讼法 或者刑事诉讼法的 司令细则不可以定的 司法因为组织法授权要订定的 要订定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是 好那我跟你请教 你的修正版本 规定的司法警察 司法警察官 第三条 警察 你的修正条文是警察官长 宪兵队官长是官 你把它修正到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是一样的字眼 是不是这样 是 对不对 是 没有错嘛 所以我要跟你请教 就是说 你现在只把它修正到 跟刑事诉讼法用的字眼是一样的 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修正了什么样重要条文 这个 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存在的必要 法务部应该要好好再做一个检讨 我们以后会省到这个条例 如果我们把这个条例废掉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废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是 这个要全面从实务工作上的需要 然后我们的司法警察 就没有办法运作了吗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从民国69年规定到现在 你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还规定再修正 到现在喔 没有修正喔 规定市长县长 都是司法警察官啊 对不对 没错吧 是 所以你表示你这个条文 根本没有在用啊 我的要求很简单 最后只有一句话 要求法务部 重新彻底的检讨 憲兵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担任司法警察官跟司法警察 要彻底的检讨调度司法警察条例 废止的可能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向委员会提提交报告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段委员 以及罗部长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请另外